我们接下来看如何使用素材 我们在虚幻商存购买或者是免费的一些素材 可以添加到我们的保管库 在这个库里面我们就可以来使用它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虚幻学习包游戏 我们可以在这个库里面来搜索 搜索 怎么没有呢 有个空格 我们找游戏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虚幻学习包游戏 这里有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它支持UE5.0 第二种情况是不支持 我们进去看一下看它是否支持UE5 可以看到它只支持4.26 只支持4.26也没有关系 我们同样的也可以来使用 看一下怎么来使用 点创建工程 然后选择一个位置 可以看到这个冒号不能有 把冒号去掉 然后选择一个位置 我把它放到我的这一个Z盘 Z盘Program 放在UE4下面吧 因为它是一个UE4的 先放在这个地方 创建好之后 我再就把里面内容复制到我的 我的我们的这个Orient的目录下面 点创建 至于新版本的素材呢 就直接创建或者是添加制 比如说我们要大家下载这个FX 这一个 这个呢 它是支持 看一下是不是支持 它是支持5.0的对不对 支持5.0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来添加到工程 然后显示我们这一个Orient 我们这一个Orient 直接选择Orient就可以了 我们刚刚那个工程 然后添加到工程 很方便 直接就已经 这边就有了 暂时还没有刷出来 还在添加 还在下载 刚刚的那个游戏呢 我们应该是已经创建好了 好 这个新版本的很容易使用 对不对 很容易使用 这边马上就有FX Verity Pack 马上可以使用了 但是我们刚刚那个老版本的 不支持UE5的 怎么来使用呢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创建了一个虚幻游戏血细胞 在这个地方 这是刚刚创建的 就在上面我的工程 然后点右键 在文件夹中显示 在文件夹中显示 就会弹出 刚刚我们 刚刚创建那个工程的文件 然后在里面有个content 好 注意这个content这个目录 之后所有的素材拷贝都是什么 都在这个content里面 都在content里面 把content底下三个文件夹 复制到哪里呢 orion点右键 内容在浏览器中显示 你可以看到这边 我的文件夹下也是content 看到没有 也是content底下 好 复制过来 content 于是这边就有了 就有了 我们会使用到哪一个图呢 Learning Kit Games Maps 我们会使用到这一幅地图 这个我们保存一下 好 这个呢 就是使用素材的方法 好 我们打开这幅图之后呢 这是我们会要 之后会要使用到的 这个素材 两种方式 老的不支持UE5.0的 它也可以通过拷贝的方式 如果是支持的呢 你可以直接添加进来 可以直接添加进来 然后另外商城里面 这个酷 有的是什么 可以直接添加到工程 有些呢 是需要创建工程 如果你想使用到 这个创建工程的内容 就是用刚刚那种方式 把它的content底下的东西 复制到呢 你的content底下就OK了 好 还是比较简单的 记住 文件夹 content 对应content 一个都不能错 你如果错了一点呢 你的材质就会丢失 就写实不出来了 现在呢 还正在这个编译 所以还没出来内容 请不吝点赞工程 就写实不吝点赞工程